印度疫情拖累全世界经济恢复 另一方面同价则创下十年新高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防Kids每日财新点评的热门话题部分 我是麦特 今天是4月27号 星期二 刚才说到我们知道最近有关印度疫情的新闻 是刷爆了整一个不仅仅是英文的媒体 也包括了中文媒体以及朋友圈 我们看到很多印度医院方面是因为缺少氧气 而波德布很多病人是无法使用呼吸机 导致大量的伤亡 另外由于殡仪馆现在是没有办法处理更多的去世的人的尸体 导致很多尸体是在空地上或者是医院的顶楼就地火化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个照片中 很多尸体是隔着非常近 一堆一堆的火是用柴火来进行火葬 而这个情景是让人非常的震惊 毫无疑问的是印度现在每一天新增病例超过了35万人 死亡人数超过2000以上 那么这个数字其实很大的因素 其实也是由于在过去两个月 由于他们担心受到经济的影响 因此并没有禁止大规模的宗教集会 像是在上个月在恒河附近的百万人集会等等 那么这些集会很大程度上应该说也是使得现在这波疫情来得如此之门 背后的主要原因 那么说完了这个疫情的原因 我们再来分析由它所导致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咱们知道呢 印度目前是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虽然它的经济还没有冲入全世界的前十 马上要到 现在已经过了一万亿了 但是呢 这个它依然是全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包括纺织品出口国 以及药材基本要素 也就是药机的主要出口国 也许呢 这些出口应该说并不是 除了粮食以外啊 并不是我们说人生活中的必需品 并不是像汽车或者是电脑芯片 这样一旦没有之后呢 什么都办不了 但是 印度现在疫情的爆发 也将会拖累全世界经济的汇幅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由于印度人口的基础特别庞大 因此呢 即便是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 正在考虑对印度实施禁航 但是与它接壤的国家或多或少 在时间的退役之下 都会发生印度变种病毒的传播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 原本发展国家定在今年年底 圣诞节之前开始相互互通 这个计划将会被再次延迟 就比如如果即使是英国和澳洲互通了 但是只要英国和印度 还有航班的往来 那么澳洲也许就不敢和英国直接 胡同航班免出14天隔离 所以说呢 印度现在疫情如果一天得不到控制 继续这么蔓延下去 对于全世界主要的是旅游 酒店餐饮等等第三产业的恢复 特别是一些主要依靠于这些产业的国家 比如像欧洲的西班牙 葡萄牙 希腊等等依靠旅游的国家 包括像澳洲 主要依靠留学生 移民还有什么呢 国际游客来创造很多就业岗位和创造很多收入 这些国家的经济 它的恢复时间需要就会更久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昨天看到了 像银行板块在上涨 矿业板块在上涨 但是旅游 航空板块却出现大跌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大家以前是担忧 现在由于英国疫苗的推广的延迟 再加上印度疫情的爆发 所以今年年底 圣诞节之前 要去欧洲游的计划 基本上现在是泡汤了 好了 再说完印度对于全球经济影响的一个话题之外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铜价 我们知道铁矿石价格 自从去年疫情来到现在是连创新高 但是铜价 其实也在昨天创下10年新高 大家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这个铜也会创那么高 其实铁矿石大家都知道是用于炼钢用 但是这个铜实际上它的用途 是比铁矿石更加广泛 相比于钢材主要是用在制造业和建筑业 其实这个铜 它是广泛应用于几乎是所有的行业 比如说除了我们说到的铜管和建材 包括汽车上用到之外 像电脑 像芯片 像铝合金 甚至于像一些珠宝小事中 都要加上一些铜元素 另外像高科技产业 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半导体 像芯片等等这某些行业中 对于铜的零部件需求也非常大 所以说铜它相比于铁矿石来说 它不仅仅是一个大宗商品 更是一个全世界经济的主要生产元素之一 它不仅仅是局限在某几个行业 它是跨行业的需求 所以世界主要的铜生产国 智利 巴西 埃根廷和澳大利亚 除了澳大利亚以外 其他三个国家目前的疫情 是依然非常严重 所以它们的铜产量始终是低于了疫情之前的水平 这就导致了现在的需求比较旺盛 特别像特斯拉等高科技企业 目前在疫情时期是爆发式增长 但是另一方面铜的生产产量却实施上不去 所以导致铜价也是不断上涨 再加上美元的泛滥导致货币增发 以使得大宗商品全面上涨 所以从未来长期来看 在6到12个月时间里面 甚至于更保守估计 在1到3年时间里面 在疫情结束之后 各国将会继续实施大规模的基建计划 届时将继续推动铜价 铁矿石价 以及其他的工业生产要素 价格始终保持在强劲地位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GoMarkets财经点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